来 老板 大家也是住在这里 真是想不通了啊 这在家里边 好吃好坏地伺候着 偏偏跑出来 给人端茶倒水 老板 你别生气 大小姐可能是一丝糊涂 把她给我带回来 老板 如果大小姐不肯呢 你也知道大小姐的脾气 不管你想什么办法 必须把她给我带回来 欢迎光临 先生几位 这边请 先生您好 这是您的菜单 你们这儿是不是有女孩叫李嘉宣 是的 把她给我叫出来 不好意思 你找不到什么事 你哪有那么废话呀 让你叫就叫 不好意思先生 请问您有什么事吗 把李嘉宣给我叫出来 不好意思 现在呢正是上班的 你哪有那么废话 叫出来 快 那您稍等 快点 眼泪 嘉宣啊 外边有个凶巴巴的人说要找你 看起来不像什么好人 像上次要仗的这主 谁要在哪儿 就那个 你看 长特凶那个 还有胡子那 快快快 赶紧的跟我来一下吧 有什么事你看看 先生您好 李嘉宣呢 我给你找来了 爸 你还在干吗呀 没你什么事了 你先去忙吧 没事 没事 再下期了 夏姐 坐下 坐下 你看 就那边那座客人 找李嘉宣的 是他们家债主 长得跟流氓似的 麻烦你帮我转告我吧 我是不会回去的 夏姐 这不大好吧 你也知道董事长的命令 是不可能违抗的 亲密说 麻烦你帮我跟他说清楚 我已经讲得很明白了 我是不会回去的 贾萱小姐 我们也很为难 你还是老实一点 跟我们回去吧 你爸爸的理解 你又不是不知道 对 我看我跟你们两个 是没什么好说的 慢用 两位 下下 坐下 这儿 你那儿是不是长了根白头发 不能吧 你看看 你看看啊 自己看看 行吗 再来 能能能能 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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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对对对对 是这个 对 没说错了 这不是黑的吗 这 我就变成白的了吧 服务员 先生 你好 请问需要加菜吗 来 我来 这是什么 就给我们吃这个 好 抱歉 非常抱歉 先生 我马上通知厨房给您换一办 请稍等 什么头发 我们头顶上戴的这帽子是干什么用的 我们戴的这个帽子 就是为了防止头发它掉进菜里 你 你自己看看 我们厨房里面哪个人啊 有这样的头发 你存心找茬是吗 这也是刘经理吩咐的 刘经理 你去把它叫啊 我亲得跟他说 我们厨房什么时候出过这样的问题啊 好好好 不计较了 重新坐一份 快 叔叔 你先坐 做饭做饭看什么太快了 做饭做饭做饭快点 什么时候来菜啊 我等多久了 不好意思 马上就来 快点 先生 你好 好 东海一瓶鲜 慢慢品尝 东海一瓶鲜 这么瘦啊 这是东海的吗 你就拿这个蒙顾客 你是不是第一次干呢 什么东西盖上 什么东西盖上你不知道吗 先生 看什么呀 换哪 请收到 请收到 有完没完 你知不知道我们今天客人很多 你故意给我们早茶是不是 我们也很难做的 刘经理压力特别大 行了 我们重新坐一份 谢谢德叔 这次啊 我亲自端起 先生 您好 先生 这是我们饭店的大厨 听说 菜的味道不合您的口味 我专门给您做了一道 东海一瓶鲜 请您品尝一下 请品尝 就是你做的菜啊 你是怎么当上大厨的 如果您还不满意的话 那我可 我可以给您推荐别的菜 我们酒店的西式佳儿 九龙堡王鱼头 还有鲍鱼猪蹄堡 都是很不错的菜 对 你说你落了八嫂干吗呀 我是来吃你招牌菜的 这就是你做的菜是不是 不是 你吃不吃你啊 你吃不吃你啊 等一下 等一下 你都吃还不吃啊 大家走不走 这事啊 德叔 这事有很多很 您别跟他废话 你要是不喜欢吃我们这儿的菜 你可以去别的地方吃 我们这儿不欢迎你这样的客人 咋去啊 顾客是上帝 再说你一个服务员 该到这儿到啥去 好 给我走 你给我走 你干什么 走 别动 别动 放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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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是老实一点 你爸爸在外面等你呢 放手 别拉着我 你还是老实一点 跟我回去吧 放开我 你爸爸的命令 你是违抗不了的 放开我 你 站住 放开 放开我 干什么呢 欺负谁呢在这儿 什么意思啊 你呀 回你的厨房间 派你的皇冠水 混蛋你说什么呢你 放开 佳萱你别跑 佳萱 你快跑 佳萱 走开 忙忙忙忙 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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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1010 打开 打开 对对对对对 很多人 喂 我是 即使客人是故意的 你也要服务到位啊 自己心情不好 就跟顾客吵架 那你干吗来饭店工作啊 做客人好了 既然向客人泼水 我第一次碰到你这样的服务员 对不起 我错了 李嘉宣哪 你才来饭店多久啊 就给饭店造成的这么大的麻烦 我是千叮咛万嘱咐啊 越是靠关系进来 就越要对自己的工作态度 就是特别特别地谨慎了 对不起 你别以为有总经理做靠山 就可以乱来 我告诉你 在我这里行不通 不管是谁犯了错 都得滚蛋 我才不管什么总经理呢 知道吗 汪总 这事跟林总经理 一点关系都没有 请你别把他们扯在一起 事情到底是怎么样的 只有你们最清楚 李嘉宣 李嘉宣 你先回去 我有话跟汪总谈 等会儿找你了解情况 汪总 你刚才话 说得是不是有点过分了 总经理 今天确实发生 我听说了 刚才有一点 你说得不对 我难道说错了吗 谁犯错就得受惩罚 李嘉宣是经过人事部考核 正式聘请的员工 不就是因为你的推荐吗 没错 总经理有推荐权 这有什么问题吗 而且这件事情 还没有最后查清楚 你怎么可以对员工乱发脾气 你的意思是说 我还得奖励他 如果他有什么过错 你可以通知他的上级领导 来警告他 使用期不满六个月的员工 除非有重大过失之外 否则只能警告处理 我真搞不懂啊 你怎么老护着这个女人 你们俩什么关系啊 请你嘴巴给我放干净点 你想怎么样 你给我听好了 我可以有一大堆的理由 让你离开饭店 我之所以这么容忍你 完全是因为过失的路动市场 我也告诉你 你别自我感觉太良好 你不过是个打工的 明天再不在这里还不知道 只要我一天在这儿 我就要履行我的失策 用这人带吧 颜色不适合你 他懂个屁 佳俊 你没事吧 是不是爱骂了 没事 是我给大家添麻烦了 李佳俊呢 刚才那些是什么人 为什么到我们饭店来闹事 对不起啊 这是我的私事 我不能告诉你 公安局打电话来说 那些闹事的人 到现在都不肯接受调解 所以厨房和餐饮部的人 全部都要在派出所过夜 就连小帆跟德叔都牵扯进去 你还好意思说是私事 对不起 这些事我会解决的 你要是能解决的话 就不会闹到现在这个地步 你能别为我操心了吗 我只要把后面的事情 解决了不就行了吗 那你倒是赶紧想办法呀 你倒是赶紧把我们的人 弄出来啊 程经理 你就别再说佳萱了 他刚才已经被汪总 骂过一遍了 艾伦 请你出去 我要单独跟李佳萱说话 你住在饭店的这儿 还有谁知道 你就是为了这件事 跟我生气吗 是啊 我住在饭店的事 总经理一开始就知道了 我的工作也是他安排的 这简直是太荒唐了 为什么 我不能在饭店里工作 不能认识总经理吗 我不是这个意思 那是什么意思 我现在说的是打架的事 我的同事因为你 你的同事也是我的同事 我也不想他们被关起来 更不想连累总经理 我一定会想办法解决的 那你能想什么办法 我说过了 这件事我自己会处理的 林总 他们怎么样了 正要去派出所 李佳萱在里面吗 我在 趁他被通经理骂的 他把我噎得都快没话说了 我觉得他好得很呢 他刚被汪震轩和刘经理骂过 情绪肯定不好 我说林总经理 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细心体贴了 真搞不懂你为什么对他这么好 总经理 没想到连您也这么不愿意 你怎么理解我 林总 我怎么理解你啊 你做很多决定的时候跟我说了吗 东西 我现在已经很累了 饭店现在连工资都快发不出来了 银行又不放贷给我们 万一温泉村的工程出了什么问题 一切就都完了 还有那个汪震雄 现在到处在找我的麻烦 如果连你也这么对我的话 还有谁能来帮我 如果你真的是为了饭店好 你就别再去埋怨了 帮忙了 好吗 我知道了 那就去派出所解决问题吧 洪先生真的很不好意思 伤务中心已经下班了 洪欣 洪先生 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 我想用一下伤务中心 我有点及时 不好意思啊 现在伤务中心已经关门了 你实在要用的话 得总经理同意 洪欣 洪欣 联系办案部 帮他开门 洪先生 让洪经理亲自陪你去 我得跟你去的 不用了 我一个人去就行 失陪了 我们走吧 这边请 洪先生请 你要弄电脑吗 不用了 我房间传针机坏了 所以想 要不你这样 帮我 复印五份 然后帮我传针出去 没问题 这电话可以用吗 当然 你每天工作这么晚 不辛苦吗 也不是 今天 遇到了一些突发情况 所以就比较忙 好 冯夕 来 先坐下 像你们这一行 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 穿着高鞋站着 很累的 所以呢 你必须得学会保养 在休息的时候 把高跟鞋脱掉 然后呢 好好地按摩你的小腿 这样子会有助于血液循环 你一定要知道 怎么样让自己放松 以后啊 结了婚就绝对不能够这样干了 结婚 不好意思 我接个电话 您说 你好 你好 埃里克 是的 阿兰 什么 你这星期要来宁波 为什么我不知道 已经告诉杰克了 好的 好吧 过两天见 来 我房间分记号是多少 爸 爸 杰克 你有没有搞错 艾瑞克要来宁波 为什么我一点都不知道 什么 我看你是想钱想疯了 我叫你等一个星期 你为什么不听 你现在到底是为他打工 还是为我打工啊 我现在什么都不管 明天早上 不管是一百页 还是一千页的报告书 放在我桌子上 这是混蛋 你平常工作的时候 都这么凶吗 因我是个猎人嘛 我现在得赶快上去 能麻烦你把这些送到我房间吗 好的 对了 明天早上八点钟 你帮我安排一个会议室 还有五份简单的早餐 明天我看看 我一定会办好的 否则你也会这样骂我的 好 麻烦你了 好 麻烦你了 好 麻烦你了 谢谢啊 来 来 雷总 大家都没事吗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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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吃点东西 走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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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两顿多吃没关系 这事好像不太容易解决啊 没事 您得担心 双方斗子 不准备 尽量调解吧 调解 没那么简单 我看他们是故意找茬 存心脑事 不太容易调解 林总 我跟你讲啊 这事我亲主的很 他们都把烟头拧在菜里了 他们绝对是百分百地故意 别担心 我去跟他们谈谈 好 我去 刘叔 吃点吧 宋警官 刘叔 你看 这次的事情只是个小误会 难不能双方协商解决 现在是有人被打伤了 住进了医院 而且你们这是群殴 你知道群殴的性质 那可是非常严重的 只是双方发生了争执 相互推来推去而已 对方现在已经把诊断书 带过来了 不管怎么讲 你们是饭店的员工 他们是来饭店消费的客人 你们怎么可以跟客人打架呢 是是是 这一点 我们非常抱歉 你看至于医药费方面 我们会全额赔偿 现在不是钱的问题 对方不肯调解 如果真的要走法律程序的话 那可就要照账办事了 那他们现在想怎么样 那他们现在想怎么样 郑先生现在就在这里 我已经跟他沟通过了 你再去找他好好谈谈 看怎么把这个事情给好好解决了 好 谢谢 好 好的 张先生 你先帮个也好 我代表饭店员工向您道歉 这件事情确实是我们不对 希望您能谅解 我这个人说话很直 有什么事咱们俩是直说的 好 你们要做这些事 有多少钱 什么多少钱 你们不跟我们调节 不是为了钱吗 别张口闭口地提钱 你把李佳萱开除了 这个 我们饭店有规定 不可以随便开除员工 况且她只是犯了一点小错误而已 我实话跟你说了 李佳萱是我们李董的独生女 你觉得在你们饭店打杂合适吗 你刚才说李佳萱是李永豪的女儿 没错 我明白了 你们是故意到我们饭店来捣乱 然后把责任推到我们身上 以此来达到 让我们开除李佳萱的目的 聪明 聪明 那好 我告诉你 我做不到 李佳萱是饭店的员工 要不要继续留在饭店工作 不是我一个人可以决定的 你哪那么多废话呀 你不是总经理吗 开掉一个服务员就那么困难吗 我再说一遍 我没有权利这么做 你是不是让你们这些人非要拘留二十四小时 或者我找几个带头的起诉一下 哇 哈哈 哈哈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对不起 给大家添了这么大的麻烦 在饭店工作 什么样的客人都会遇到 你也不用太自责了 没有人会怪你 你这么说我就更不好意思了 你为什么要瞒着大家 你是说我爸的事吗 你是怕饭店不录用你 是 如果董事长知道了 确实有点麻烦 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难道我非要离开饭店吗 洁萱 你不用太纠结这个事 我会再想办法 天大的事情 总是能解决的 是不是我离开饭店 德叔就没事了 我没想到你 是 很难不愿意 你说我还不愿意 你不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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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愿意 你不愿意 你不愿意 去吧 不说给你做 都给我们送过饭 你还那么饿呀 谢谢 您说你今天还没饿吗 那是 我告诉你 要不是他们拦着我 我还得揍他 我看你就是啊 你是不是小盘中心那下 可帅了真是 没想到你还挺精彩 咋还这样都没事 小瞧我呢 行了 行了啊 以后一上班 咱就不说这事了 好 我去哪 这有原因啊 这有点小伤 什么都行 大家知道 董事长 妈 小凡 你的嘴怎么样 就这点小伤 没事 童馨 联系一下医务室 让他们过来一个人吧 我没想过来 妈 你放心吧 真没事 大姜哥伤得比较重一些 男人嘛 这点是算不得什么 德叔啊 让你受苦了 董事长 对不起 让您担心了 我们大家是蛮担心的 你们现在回来就好了 重光一到派出所呀 问题都解决了 我又知道 她一定会有办法的 不过 她人呢 小凡 妈 我出去有点事 快 我走了 再见 再见 我今天来说 你会把我带来说 你会不会带去你 我一人 快点 我做到 你会把我带去 你 你会把我带去 我带来 你 那我带来 我带来 我带来 你 我带来 我还能再回来吗 我相信 你一定会回来的 我爱你 家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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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宣为什么走 你把他辞退了 你连自己的员工都保不住 你算什么总经理啊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 你不要向他们让步 你把我们支开就是为了让家宣走 家宣 你为什么妥协 你为什么就这么把家宣出卖了 家宣那么喜欢你 你根本就不配 林崇光 你太卑鄙了 小梵 我没有选择 对不起 我不要听什么对不起 哈雯小姐 不好意思 安静等了 走吧 你好 杰克先生 正好有个硬撞 杰克先生 你想喝点什么 试汉犬 海伦 以后不要叫我杰克先生 那我应该叫你什么呢 杰克 我叫杰克 这跟杰克有什么不一样吗 区别太大了 你看你 你叫海伦 真漂亮 你这么娇小 海伦多大啊 那都是万吨的货轮啊 那都是万吨的货轮啊 以为你是货轮还是客轮 讨厌 所以啊 以后呢 记住了 杰克 是 杰克 不 好吗 你试一下 杰克 你 我发音不准确吗 挺好挺好挺好 我就是刚才可能吃 可能可能吃坏了 非常不舒服 很好 来 今天给你带了一个礼物 把眼睛给闭起来 什么礼物啊 快闭起来吧 杰克小姐 不好意思啊 我得去趟洗手间 我马上就回来 杰克先生 你叫什么来着 杰克 谁说了啊 不许偷看啊 马上就回来 神经病 神经病 反正也是送给我的 不如我先看一下 不见了 我都会保佑 啊 神经病 不是 他 来 真是太不好意思了 来 闭眼睛 你坐呀 我头疼 身体不太舒服 没事吧 没事 没休息好 那 那我送你吧 不用了 我打车走 杰克先生 拜拜 杰克先生 拜拜 Jack 你还记不住呢 你把这里边的资料 拷贝一份留给我 好 把手机里的删掉 是在嘴哩里 另外这件事情 不能让任何人知道 你把这里边的资料 童经理娘 好 现在会议室 那我先下班了 离开卫生理 早点休息 拜 拜 童鑫 问你件事 你是怎么认识闻泽凯的 你怎么突然关心这件事情了 不太像你的风格 别人的私事你是一向不关心的 我只想告诉你 我很早就认识他了 那你知道他是做什么的吗 我不关心他是做什么 我只关心他对我好不好 那我告诉你 他 你不要再跟我说这个了 既然你有事情瞒着我 我的事情也不想告诉你 我有事情瞒着你 我什么事瞒着你啊 李佳萱啊 你安排他在餐饮部工作 让他住在饭店里 连提都不跟我提一声 李佳 李佳萱的事情 跟你没关系啊 所以文泽凯的事情 跟你也没关系 我很累了 现在回家睡觉了 童鑫 等等 总经理好 你好 小心下班啦 嗯 我听说一个好消息 我听说 你正在跟饭店的客人谈恋爱 而且听说 那个男的帅得很 嗯 干嘛 是不是真的 帅也帅啊 那你的意思是 你也喜欢他 既喜欢我长得又帅 我为什么不喜欢啊 那真的太好了 你终于定下来了 心里死人了 总经 你等一下 我现在就告诉你 林总 林总 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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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了 马上过来 不见 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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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经理 是汪副总的 我不巧 你能给我吗 我一看他的表情 我就知道他心里有鬼 幸亏我多了一个心眼 否则 我们被谁卖了都不知道 去吧 冲光 童馨和文泽凯的事情 你怎么没跟我说呀 董事长 这件事情 还没最后查清楚 所以 这件事情不能再拖下去 好 童馨 到我办公室来一下 董事长 您找我啊 童馨 你认不认识我们饭店的一个客人 文泽凯 董事长在问你 认不认识文泽凯 请你不要装好吗 怎么 不认识啊 那我能了解一下你们之间的关系吗 这个好像是我的私事 没有必要向公司汇报吧 私事 这件私事已经成了我们饭店的头号八卦新闻了知道吗 我跟他不是你们想的那种关系 我们现在只是单纯的互相喜欢 单纯 什么单纯 跟一个想害死我们饭店的人混在一起 这叫单纯啊 你拿了多少号双 董事长你在说什么啊 你难道不知道 文泽凯是李荣豪派来的吗 你居然跟他混在一起 汪副总 请你说话客气 跟他这样的人说话又客气吗 又不然 你就是拿我们饭店作为条件 来换取你将来做总经理这个位子 对不对 我完全不明白你们两个在说什么 你的意思是文泽凯是李荣豪的人 难道不是吗 童馨 你知道他是做什么的吗 他说他是猎人 我想是投资方面的专家吧 他是专做并购饭店的 你明白吗 不可能 他不肯通骗我的 我真没有想到 你这么聪明的人 怎么会被这种人利用的 我看你是分了头了 你们之间一定是有误会 我去找他 我是宁波九龙户对驾村的VIP经理 九龙户你有听过吗 你下次去宁波的话一定要去我们的饭店 我让你体会一下那种温馨的感觉 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我是一个猎人 企业猎人 就是找一些有潜质的企业 把他们并购下来 那你这次来是为了打猎吗 这里这么祥和平静 就算看到猎物 我也不忍心下手 欢迎 知道 好的 等一下 你怎么来了 你不应该回去睡觉的吗 你从昨天早上 值班到现在了 你该回去睡觉才是 这是真的吗 你是来并购我们饭店的 回头打给你 你是李荣豪派来并购我们饭店的吗 是 是 所以这些都是真的对吗 你一直在利用我在利用我的感情 不是 是 骗子 你先别激动 你先听我说嘛 你什么都不要说了 你一开始就知道我在饭店工作 所以你来这儿的目的 这段时间对我好的原因全都是在利用我 所有的一切都是你编好的骗局 不是你想象中的这样 你听我解释好了 我很好骗吗 我是那种送一件玫瑰花 一些贵重礼物就很容易上手的女孩吗 你当然不是了 你现在应该高兴了 我这个猎物这么容易就到手了 只有我还很傻地以为在跟你谈恋爱 童夕 你要听我说 我是真的爱你 你真是个好猎人 连撒谎都这么像真的 连撒谎都这么像真的 可为什么是我呢 我原本生活好好的 现在被你搞成这个样子 你不要混我 他也不想见到你 我真的没想到你 因为你应该是大人 我赶了解 你怎么想见到你 你怎么想到你 你没事吧 你怕我现在样子 好像没事吗 你怎么会知道我在这儿啊 以前那不高兴的时候 就会一个人跑到这儿来 你怎么会知道我在这儿啊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呢 在董事长跟汪总之前 你告诉我就没事了 刚才我跟你说什么你都听不进去 你让我怎么告诉你 那你拦着我 你现在看到我这么狼狈 你觉得很好笑吗 你看到我被别人利用 被别人欺骗 你觉得很有意思吗 你别胡说了行吗 你现在心里一定在嘲笑我 是我自我感觉太好 所以才被别人骗 我怎么可能嘲笑你呢 我是在担心你 需要 你也不用管我 现在这样 我怎么可能还在饭店工作呢 你不要 童馨 你别这么想 她是故意瞒着你 你也不知道会这样 我不需要你的安慰 更不需要你的同情 童馨 你走吧 走就走啦 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来吧 老板 你原来也不是没有交过女朋友 分手的时候 也没有见你这么痛苦过 我记得你曾经多次跟我说过 不要把个人的情感放在工作上 会影响你的判断力的 其实你根本就不懂得恋爱 太投入了 你说过不懂的事情 就不要碰 走了也好 简单 我们现在要做的 就是赶紧把这个项目做完 离开这儿 离开那个女人 否则你真的是完了 我们这么多年的努力 就完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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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借给我一下 这路是你家开的吗 就是啊 我们忙着呢 自己找路走 什么味儿啊 快喷一下 什么味儿啊 就是啊 谁坐在这儿 脏死了 他走了 别碰了 是 这个房间是靠湖边的 谢谢 二三三房间 请往这边 陈先生的灯修好了 刚才人去修了 你们童经理在吗 我想见他 文先生 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 我是要你帮忙 帮我把童心找出 你现在不能见 你是谁啊 你说不能见就不能见 文先生 同心 非良提 我是泽楷 文先生 同心 你马上到 文先生 你 文先生 文先生 你把我放下 文先生 文先生 你 同心 我是泽楷 请你马上到大堂 我有事跟你说 文先生 同心 总经理 你把手放开 我放下 林总经理 看来你能帮上我这个忙 对不起 文先生 你现在不能见童心 请不要在这儿纠缠 我要见谁 你们饭店管不着 现在只要你们 帮我联络一下童经 这样对大家都有好处 再说了 我要见谁 你根本担不住 我看 我还是先找个地方谈一谈 请跟我来 虽然你是我们饭店的客人 但是我想以一个平等的身份 跟你谈一谈 文先生 到此为止 钱和事业都很重要 你这样对一个女人 你不觉得无耻 你到底想要跟我说什么 童心那么善良 我不知道你利用她 对你的工作有什么帮助 我的工作 如果你想收购饭店的 你可以直接来 不用玩意的 收购饭店 你说我来这儿 就是为了这个目的 难道你来这儿 是为了童心 你 我觉得好奇怪 我从来没有遇到过 有一个饭店 可以对客人这么了解 你们服务真的是很周到 你们会不会 连我口袋里有多少钱 你都很清楚 你钱包里有什么我不想知道 但是你的身份 我已经很清楚了 既然你很清楚我是谁 你也应该知道 我从来没有输过 这个游戏也是一样的 对于你来说 这也许是场游戏 但是对于我 这关系到酒店 一千两百名员工的生计 在你看来 恋爱或许也是一场游戏 所以你才获取 伤害别人的感情 我对饭店 一千两百名员工的生计 没有兴趣 我要的是 这个饭店和童馨 还有 我不是范黎 我绝对不会把我心爱的女人 让给这个孩子 把你请回来可真不容易啊 都差点闹出人命出来了 爸 我想跟你谈谈 别的都好商量 去饭店当服务员的事 想都别想 为什么呀 我为什么就不能有点自己的想法呀 你的想法 你是想把老爸的脸都丢光是不是 我生意上的朋友看到我这样会怎么想啊 他们以为我李荣浩破产了 被逼无奈 只好把女儿送去当服务员 再说了 你赚的那点钱 还不够给我们家保姆的 行了啊 这段时间你给我在家待着 好好想想 哪都不许去 她说真是是 我所以你还不想要亲爱的事 我还有刑事 你帮我 我来的事 说我 你走吧 我看着你 我去 你去 你去 我们的文件被人家看不懂 或者忘记放进去 肯定不会的 依娜 为了庆祝今天抓到卧底 晚上我请你喝一杯 你什么意思呀 出卖自己的同事 你就那么开心呀 不就是童心 再收不到三百朵玫瑰了吗 至于死吗 你懂什么叫爱情吗 你知道她现在多难受吗 依娜 你是不知道问题严重性 她出卖了饭店 她是间谍 为了爱情 做间谍又怎么样 你们女人啊 怎么一碰到爱情就昏了头呢 你这个冷血动物 你 Е00 窝 宝贝 是 我来 你去哪儿 我去哪儿 你去哪儿 你去哪儿 他来我们饭店是有目的的 你知道吗 你什么意思 我没什么意思 就是好奇而已 你看呢 这件事莫名其妙地 把我也给牵扯起来了 老实说呢 你等了三年的总经理都回来了 你却跟别人好了 这多奇怪呀 更何况呢 你连那个人是干吗都不知道 真是不知道呀 你在想什么 你想说什么 想说我跟他之间有交易 我可没那么说 不过呢 碰上一个又帅又有钱的男人 可不是件容易的事 所以呢 偶尔出卖一下自己 也是可以理解的吧 还冷 你怎么就管不住你那张嘴呢 我说错了嘛 你少在照狗眼看人听 你以为全世界的女人都跟你一样贪财啊 我跟童馨是多少年的朋友了 她的为人我不清楚吗 你平时不也总喜欢在背后说她坏话的嘛 今天怎么一下又护着她呢 不会你也有恨母吧 你别胡说 还不快走 干吗 开玩笑嘛 真是 你没事吧 是桃玉吗 是桃玉吗 我明白 要不我们出去喝一杯吧 难道放纵一下自己 我想喝醉 艾伦 我跟李荣豪约的是七点钟 这是她需要的材料 告诉她 把会议延迟一小时 连约 是什么 那你们在一起 是叫 主人 乃 主人 是 好 爸 醒了 你这些天 没出房间门 就是看这个书啊 我喜欢 你喜欢 可这不是你学的专业啊 那我就是感兴趣嘛 我说你这人怎么乱来啊 谁同意你学这个的 爸 你能不能别老管着我呀 我都这么大了 我做点自己喜欢的事怎么了 我不管你行吗 我跟你说啊 你别学这些没用的东西 你把这个学校的书给我读好了 爸爸就放心了 怎么没用啊 爸你想想 你就我这么一个女儿 那如果以后我嫁的人 把你的家业都败光了怎么办呀 你说对吧 你以为我不知道 你打这个小酸碗啊 我跟你说 你趁早把那个饭店的事 都给忘掉 爸 反正你不是也要去收购那家饭店吗 那我就当提前学习下呗 打住 想都别想 你要是想去国外留学的话 这一点我可以支持你 留学有什么好的 在国外留学 回来什么都不会的人多了 行了行了行了 不说了啊 你再说我也不会同意的 好 对了啊 记得约好的晚餐 不要迟到啊 对了啊 对了 对吧 我现在在做什么 找晓星姐吗 是 你是 对不起 我和晓星姐聚在一起 我是文在凯 我知道 上次他生日不就是你送他回来了吗 是这样的 我想找他 但是找不到他人 你知道他在哪里吗 不知道 就算我知道 我也不会告诉你了 为什么 为什么 还用我说吗 你自己心里清楚啊 先生 里边请 你好 你好 文先生 李总呢 他等了你一会儿 刚出去马上就回来了 你怎么了 你今天是不是很累啊 我觉得你好像有心事呢 哦 我看你好像跟上次不一样了吗 好像开朗了很多 我现在一直在饭店工作 在饭店工作 就是九龙湖啊 我虽然在那工作没几天 但是我觉得很开心 我突然觉得 我的人生好像也挺充实的嘛 是吗 我想在饭店一边学习一边工作 可是我爸不同意 尤其是在那儿工作 所以 我想请你帮我一个忙好吗 要找我帮忙 价钱很高的 我是开玩笑的 你说吧 嗯 是这样的 我的一些想法 我爸从来都没支持过 但是 别人的他就不会这样 尤其是像文先生您这样的 事业成功人士 在饭店里 有喜欢的人吗 您怎么知道 你的表情告诉我了 我有吗 你好 自然 来吧 坐坐坐坐 我这最近啊 忙着收入几家工厂 比较麻烦 本来还想请你帮忙呢 我说你干脆到我的公司 来做高级顾问多好啊 对了 九龙湖饭店的案子啊 现在进行得怎么样了 资料已经熟悉了 现在在等顾问公司的回复 哎呀 你看看 看看 这个收购一家饭店 都那么麻烦 我这手中的钱都花不出去 哎 对了 紫囵 你知道吗 佳萱对这家饭店 非常感兴趣 她是想以那儿为跳板 慢慢地继承我的事业 哎呀 我这丫头啊 慢慢地动点事了 所以我想啊 让她出去开开眼界 送她去国外 学学这个饭店管理 你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这主意不错 你也怎么认为 不过 还是需要在国内 学习一些经验 然后再去国外念书 会比较好 因为 精英饭店 是需要经验的 如果你学习了经验 再去学习理论的话 再去学习理论的话 效果会比较好一些 九龙湖 这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不是 你真的这么认为吗 当然 这需要李小姐 她同意才行 爸 快吃饭吧 菜都凉了 好 来 走开 请 你说怎么这么不公平 如果是一个男人的心 追求一个女人 就是一些很帅的事情 可如果一个女孩子主动 就会觉得很丢脸 你说这是为什么 我没有经验 所以根本不知道 不是吧 你真的也谈过恋爱啊 要在我的伤口上撒盐好不好 我等了三年 等到的这个男人不理我 你心忍试的又利物 我真的好难受 还不如死了算了 一辈子只会单相思的我 都这么活过来了 冬星你干吗要死啊 当人家跟我说 单相思可以省钱 又可以很自由的时候 你知道我心里是怎么想的吗 我有多孤单 多凄凉 你能明白吗 被李颖也好 被抛弃也好 至少你跟你自己喜欢的人 牵过手 牵过嘴啊 可是我 到现在连初吻都没有 真的吗 对 别人都说得很美好 可是我一次都没有 我只想跟你一样 情愿被别人骗 也不要像现在这样 没人爱 你还是要走 你还是要走 那你都没有 你自己的男人 你不是到时候 是 Grizzly 你怎么办 要去看我 这人都没有 你哪有啊 你怎么办 然后是三十五位 可是他又没办法 他是你工作者 你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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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自己销绩 我去上去 是公版 好的 温先生 晚安 对不起 夏星 是我不对 我从来没有这么讨厌过我的工作 若你想要的话 我愿意放弃现在的一切 不再做什么烈日 只想和你过平淡的生活 所以 请你别离开我 现在 我不能没有你 请进 回来了 乔经理 你也来 喝了多少啊 慢点 乔经理今天就睡我们家了啊 我替你们准备洗澡水吧 喝了多少啊这是 潮湿u 小心姐 那个洗澡水 好 乔依娜 乔依娜呢 她没接电话 可能是做了亏心事 没脸来上班了吧 乔依娜呢 天真的乔依娜 可能是受了同心的影响吧 如果同心来上班 请她过来找我 好 对了 那个叫文泽凯的家伙 要怎么对付 对付 还让他们继续住下去吗 客人付了钱 当然可以继续住啊 我的意思 干脆把他们赶出去 再教训他们一顿 什么 你要把客人赶出去 总不能把他留在身边吧 汪副总 请你想清楚 客人就是客人 只要他付了钱 住进我们酒店 就应该享有客人拥有的权利 得了吧 你胆子怎么那么轻 随便你怎么说 但是我警告你 千万别做傻事 我可不像某些人 专门给饭店同胞子 你们自己做傻事 看不像某些人 来 我们吃了 one 好 要吃什么料理 是 你想睡市场 我最喜欢吃什么料理 我最喜欢吃什么料理 是 你 你 你 认真 你 你 吗 我 你 快点快点 快点 走了 收到我的疫苗 我找不到你 只好在这里等你 有些事情 我必须要跟你解释一下 没什么好解释的 我们已经结束了 我不想再看到你 你得给我一点时间 我一定要跟你说清楚 对不起 文先生 我还有工作 我没有时间 请你让开 你干吗 有什么可以纠缠的 没见过你这种死缠烂打的 小新不是没有给你机会 你自己不珍惜怪谁啊 我们走 你干什么 我要单独跟你谈一下 别跟我说这件 你根本不了解我 你今天要解得很清楚了 你是猎物 饭店是你的猎物 没错 我是来收购饭店的 但是我来这里主要的目的 是为了你 你现在说这些都没有用 你先听我解释 我并不是这样的 你不要这样啊 大家都在外面看着呢 别管他们 他们不会了解我们的 这是我们之间的事情 看着我 看着我的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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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心已经被你搅弯了 好 我不说话 你看着我的眼睛 所有的答案 都在我的眼睛里面 你看到我对你的爱吗 你看到我对你的爱吗 我的爱 不只是在眼睛里面 而是在我内心最深的深处 童心 我爱你 什么东西 我爱你 不 妈 我爱你 令我爱你 我爱你 我爱你 你哪这个呢 你还有自己有大基力 那时候让我girl 你跟我上一桌 你跟我上一桌 我说了 我说了 人家里的 我跟雯先生 他的宛主 你跟雯先生 你解决了 他算了 雯先生 你给我让开 好 你看啊 这大白天的 他们俩是疯了吧 看什么 回去工作 回去工作 白天怎么这么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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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杰 这是怎么了 我不知道 我在工作 突然来了一群酒店的员工 把我们的东西全都扔出来了 你看 还把钥匙都给拿走了 谁让他们这么做的 一个姓王的 还是姓汪的副总 我本来想问问他们 还要打人 真可怜 从来没有被人从酒店赶出来过 上车 我们是兰宝市别墅的客人 刚才莫名其妙突然来了一群人 把我们的东西都扔出去了 告诉你们的林总经理 说文泽凯来找他 叫他马上出来见我 对不起 文先生 我马上为您联系好吗 对不起 文先生 你有什么事吗 有事的话可以和我们说 我会帮你处理的 你是总经理吗 虽然我不是总经理 但是你有什么事的话 你告诉林重光 告诉他 你们的饭店就要完蛋了 董事长 怎么回事 汪振雄闯祸了 他把文泽凯 从客房里赶出去了 把他们的行李 扔到了外面的地上 他怎么那么蠢啊 之前我还警告过他 这个文泽凯不是那么好对付的 这下我们酒店有麻烦了 如果这件事情被捅出去的话 对我们饭店的声誉很有影响 很多媒体 很多媒体 都会拿这件事情来做文章的 他们现在在里面吗 我道理不停被拿水 但是我认为会是 要客家也在那里的 副总经理汪振雄先生 支持你们的员工 冲进我们的房间 把我们所有东西都扔出去了 物定性非常强嘛 你能说这是一场误会吗 对不起 真的很抱歉 我们来这儿 并不是听你们道歉的 对于这件事情 给你们造成的伤害 我们一定会尽量弥补 弥补 总经理 难道有什么办法 可以让我假装 这件事情没发生过吗 我是你们饭店的贵宾客人 住进你们饭店的房间 就意味着那个房间 是我的私人空间 你们居然找人 把我的行李全部扔出去 还连房卡都收掉 我身为总经理 没能阻止这件事情的发生 我有责任 我向你们二位 郑重道歉 我再说一次 我来这儿并不是要听你们道歉的 如果你们需要什么赔偿的话 我们将免去你们在酒店的一切费用 我想 总经理你真的不太懂法律 所以你最好把嘴闭上 这样吧 你听听我的律师 他所说的话 见 由于你们员工的野蛮行为 可能导致我们机密文件的泄露 而如果因为泄密造成了项目失败的话 根据法律 你们大饭店必须赔偿所有损失 我们已经找过第三方权威机构做过评估 这个项目的总价值 超过一亿两千万人民币 你不太懂 喂 先生 我想 没那么严重吧 如果这样的话 我倒想问一句 你们住进我们饭店 到底是什么目的 董事长 董事长 不继续讲下去是对的 在这种情况之下 讲错话 可能会给你们带来不利的证据 我建议你们 赶紧找几个顶尖的律师 不过 没什么希望了 我建议林总经理赶紧看看招聘广告 找找自己的后果 我建议林总经理赶紧 是 没什么 success的 你怎么想到她们 那两位客人 他们不接受我们的道歉 还提出了巨额的赔偿 你说现在该怎么办呢 那俩家伙是存心搞垮我们饭店 我把他们赶走 大家都觉得很解气 而且我们不需要这样的客人 我早就警告过你不要惹麻烦 你就是不听我 把那俩家伙赶走 算是惹麻烦吗 你真是没脑子 你知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你说谁没有脑子 你想打我啊 动手啊 你以为我不敢吗 我得 放开 王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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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话慢慢说 我告诉你 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照样把他们赶走 我不会让他们欺负人的 王振雄 这件事情没那么容易就算了 我等着 真是个蠢货 行李都送过去了吗 都送过去了 要写给他们了 可是他们还是要走 不行 如果他们离开饭店 我们就麻烦了 准备鲜花和香槟 我亲自送过去 好的 我们下面该怎么办 搬出去吗 没关系 我还在做什么 你自己还要想做什么 不是 你们�子 永恒 有点难得 是 你做什么 我可能会吃 我会再帮忙 自己想拿的 你也快去儿子 你还要不说 文先生 对于我们的错误 我再一次郑重地向你道歉 我一定会严肃处理我们那几个员工 并且我向您保证 以后绝对不会再有这种事情发生 林总 这些果盘 你拿回去给那些辛辛苦苦 帮我们搬行李的人吃吧 快许然 文先生 我再一次向您道歉 这只是几个没头脑的员工做的傻事 林总经理 如果你要跟我们斗 千万不要用这种小儿科的手段 要像个男人 请你原谅 同心 你们同经理在哪儿 想得到原谅 叫你们的同经理过来 一个人来 林总 你真能耳朵 刚才我真想皱子一血 行了 行了 别说这些没用了 你先出去吧 好不容易 那你先休息 有什么事您叫我 赵铭 赵铭 林经理 你找林总 情况怎么样 林总他 他 他们把重网怎么地了吗 你也知道我是急性子 赶紧说呀 可林总不让说啊 这么辛苦的行业 你一做就是三十年 真不知道你是怎么坚持下来的 完了完了完了 看来这次真的是凶多吉少喽 我还真看不出来啊 我们的同经理还真有一手 这样的金归序都能被他调到 我哈论 你看啊 你的文泽凯 原来亚洲最大的饭店并购案 就是由他一手策划的 看来我要去就位中心找二工作了 省得到时候喝西北风喽 我这次去找他道歉 你疯了呀 你想去哪里啊 东京 你不要去啊 那不然我能怎么办 你不能去啊 我不会让你去的啊 我们不是那种 叫来叫来叫走就走那种 我不会让你去的 可现在犯人遇到了这么大的困难 你让我假装不知道吗 是 是不能假装不知道 可是还是不能去 难道你不害怕吗 如果去的话 这样试一试 至少有机会可以解决 那有什么好怕的呢 那个文泽凯 看你的眼神 好像是吃了你一样的 我会担心他会对你怎么样 他不是这样的人 不要这样说他 什么不是这样的人 只要是男呀 都是 现在管不了这么多了 我们没有第二种方法 所以我必须去 不行 我不会让你去的 要不就赶紧去吧 好 我们一起去 他说要我一个人去 喂 喂 这不是羊肉虎狗梦 如果回来得太晚的话 就不要告诉崇光了 喂 刘叔 下班了 好 有事啊 我想跟你聊聊 聊聊 文先生 你要见我 是林崇光叫你过来的吗 不是 他根本不知道我要来这里 我只想知道 你要什么 何必讲 我已经按你说的喝完了这一杯 你还想让我问你做什么 你可不可以不要这样跟我讲话 我这样心里很难受的 那你要我用什么语气跟你说话 就跟以前一样 你知道的 我们以前走得很近的 我没有话想对你说 可我有话要跟你说 你不是很关心饭店吗 我现在告诉你 饭店不会有事 你可以放心 放心 放心饭店被收购以后不会关门 你不要逼我 我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 你尽了什么最大努力 用金钱 用甜言蜜语好让我任你摆布吗 我只想对你好一点 我想让你开开心心地过日子 我从来没有想过 利用你为我做任何事情 我对你是真的 看来你在撒谎的时候 看来你在撒谎的时候 连自己都相信是真的 你为什么还是不相信我 如果你们有什么别的要求 我就先回去了 你现在还不相信 我是真心爱你的吗 那我们为什么要以这种方式相遇 那我们为什么要以这种方式相遇 你可以换一个工作跟我相遇啊 为什么要对饭店下手 饭店就是我生活的全部 我真的不明白 工作是工作 感情是感情 这个饭店就是 被任何人收购 只要你愿意你就可以留下来的 你就是做这个饭店的总经理 也是没问题的 但是你为什么对这个饭店 就这么执着 饭店不只是餐厅和客房 我每天面对着来来往往的客人 我跟大家在一起共甘共苦 这种回忆和感情 你怎么可以这么轻易就夺走呢 感情 是跟林重光的感情 还是对饭店的感情 到底是林重光还是饭店 还是哪一个抓着你不放 他跟饭店是在一起的 即便他离开了三年 我觉得他跟饭店从来没有分开过 可我觉得我已经能够处理跟他的关系 把他放下 但我没有想到是今天这样的结果 童馨 你还是要相信我的 我放弃了很多 我们才能走到一起 我是绝对不会放你走的 那你为什么要这样折磨我呢 你回头我身边吧 如果我们重新开始 我们重新开始 我愿意为你放弃一切 如果你都讲完了 我可以走了吗 我可以走了 我不想到你了 你还是要有那么多 我不想到你了 我可以把我说 我把你帮助我 我可以了 你吃吧 你会了 我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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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班了 没什么菜了 姜就喝一杯吧 我知道你心里难受 这个家伙欺人太甚了 像这样的人 他怎么配住咱们酒店呢 我真想把他 春光 咱们就这么坐以待毙 什么都不能做呀 明天就会有结果了 我看啊 事情不那么简单 这伙人啊 不会轻易放过咱们的 不会善罢甘休的 主经理 你怎么在这儿啊 德书 你干嘛给他喝那么多酒啊 你 你又心疼了 我都烧到屁股了 你还有心思开玩笑 怎么了 姜姨呢 是童馨 他根本不听我的 去找文泽凯了 你怎么不拦着他 谁让你来的 谁让你来的 真是欺人太甚了 快说 你别进去 别拉着我 我没事的 真的什么问题都没有 而且他已经答应了 所有的事情都不再追究 饭店会没问题的 一切都会过去的 你为什么要来找他 即便是酒店遇到了困难 也不需要单单牺牲你童馨一个人 你以为你是救世主吗 你不会跟我说你没事 我不想听 童馨 以后酒店有什么事情 请交给我来解决 否则我会觉得 我会觉得我自己很无能 我会觉得永远欠你 累了 我先回去休息了 你面对我的时候 除了逃避 还有什么 日快乐 我说你 corn 请进 总经理 我回来了 佳萱 你怎么回来了 怎么了 不欢迎我吗 不是 你这怎么受伤了呀 没事 一点小伤而已 你爸同意你回来了 我们两个说好了 我们互不干涉 不会因为我爸的关系 让你很为难吧 不会 那倒没有 只要你努力工作 是谁的女儿不重要 那你就同意我回来工作了 当然 不过我能问你个问题吗 好啊 你问吧 我一定坦诚地回答你 你为什么非要到我们饭店来工作呢 如果我说是因为你 你相信吗 其实很简单 我来这里呢 就是因为 我可以在我喜欢的人身边工作 这样我就觉得我过得超级的幸福 你的回答还真的很坦诚 怎么 你害怕了吗 不管怎么样 你能回来就好 赶快去参演部报道吧 我会跟刘经理打招呼的 好 谢谢你总经理大人 回头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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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萌萌 萌佳萱 你终于回来了 我们都想死你了 对呀 佳萱 回来了 刘经理 上次我给大家添麻烦了 但是我保证以后不会了 而且我会更认真努力地工作 佳萱 你很了不起啊 我们也会真的了不起 刘经理 好 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了啊 现在最重要的是我们餐饮部的 你已经给了这些 работ 有点厉害 大家找到这些工具 由我带来的工具 来的工具 给我让他自己多发露 会是一切丰富的 你给了一个工具 这是一个工具 比手 不是 要是这样可以 阻不得 我要 让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 Y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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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请 好 好的 服务员 先生 你有什么需要吗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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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场合,请你称呼林重光为林总比较合适 不好意思啊,我叫顺口了 那童经理你见过林总吗 找他有事吗 这些天我没什么事 在家里找了一些关于国外酒店的一些最新资讯 我觉得他应该需要 那我现在急着走,你能帮我交给他吗 给我吧 谢谢你啊 谢谢你啊 我女朋友 她不是刚刚回饭店 而且你们已经见过面了吗 李佳萱让我把这个给你 是国外酒店的最新资讯 会对你有帮助 沈亚导还真是有心啊 我就跟她说过一次这么快给她来了 很贴心对吧 以前你不让我插手饭店的事情 现在你的女朋友却在帮你出门画册 觉得特幸福啊 东西已经交给你了 我该忙去了 你喝的太多了 你喝的太多了 干杯 我答应过我自己不再说你 我答应过我自己不再说你 但是我真的就不明白 那个佟经理到底有哪点好 好,我知道,我知道 她很漂亮 又能怎么样呢 你知道吗 这种感觉 这种感觉 是一辈子没办法预见的 我怕我错过这次之后 我再也找不回来 我的好兄弟啊 你说的那个感觉 我完全能够理解 在我上初中的时候吧 对 后来我就知道了 其实恋爱跟喝酒是一样 喝一点会让你感到很舒服 喝多了呢 就会让你头疼 有的时候疼得想死 所以什么 总会有恢复的时候吧 这就是时间 好 好 五位 到底什么时候我才能够忘记 万一我忘不了怎么办 我怕我忘不了 又放弃 我这辈子就会恨我自己 如果不想后悔的话 就把他给夺回来 我太狠狠了 看来我真的是喝多了 好 趁着我还没有清醒之前 就给你个忠告 既然这么在乎他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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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能够做点 不过我要提醒你 从童馨的角度来说 你觉得他还会和一个 要夺走他大饭店的人在一起吗 文经理 下个星期活动的冷餐会 可以先安排在这里 好 来 冯夕 我已经把话说得很清楚 还记得上次那个教堂吗 今天晚上 我在里面等你 我不会去的 这是我对你最后一次请求了 我必须要把心里的话 完完全全地告诉你 而你必须要完全地听进去 否则 否则我不会甘心的 今天晚上十二点 在那个教堂 就在那个教堂 十二点 我等你 好 怎么了 说什么呢 先生您好 请问还需要什么吗 什么都不吃 我一直在那不走 我们都打烊了 真是的 我刚才已经提醒过他很多次 他竟然等我是空去 别急 别急 佳萱 我看他对你挺和气的 还来盯着你看 要不你去试试 说什么呢 去 行 那我去试试 你们俩快去收拾吧 别耽误回家了 先生 今天的菜还合您的胃口吗 挺好的 我看您都没怎么动 那您看 您还需要点其他的吗 不用了 可是 我 刚才看见 你的工作这么辛苦啊 他们一直在使唤你 真想过去教训他们 以为有几个臭钱就了不起 这是我的工作 能为客人服务我很开心 佳萱 你真善良 那个对不起啊先生 那个我们的营业时间已经到了 您看您的餐费是和房费一起结算还是 你看我糊里糊涂的 你们要打烊了是吧 我现在就去买单 这边请先生 你这怎么在哪儿呢 你那边是有任何事 你还在哪儿呢 你也会不会是怂尾的 不是 你没什么事 就是 我正的 你真正面子 明天给你孩子打电话 夏丽 我给佳萱打电话 你是不是吃醋了 谁吃醋了 才不是我那盘菜 夏丽 别以为全人间人都喜欢你 佳萱 刚才是不是你男朋友打的电话 不是 是 那只是我的一个普通朋友 他刚好路过这儿 顺便带我回去 我又不是傻瓜 别骗我了 谁骗你了 李佳萱 一摆的杯子位置对吗 这点小事都做不了 好 我重新摆 你呢 今天晚上留下来加班 把所有的玻璃杯啊 都擦干净了 我不希望 在上面找到一个手指引 明白吗 哈伦 现在很晚了 明天做也来得及呀 要不你来做 我没问题呀 算了 我会把这些全部都擦干净了 大家赶紧把手里的货干完哈 早点下班了 小经理 我们先走了 小经理 我们先走了 小经理 我们先走了 小经理 你怎么还不下班啊 你再陪我下班吗 你再陪我下班吗 你先请好不好 我有点害怕 你下午跟林崇光去酒吧考察回来 就是这副失了魂的样子 我的大小姐 你到底怎么了 他约我晚上在教堂见面 闻泽凯啊 他说是最后一次 一定要把很多事情讲清楚 他老公知道不能去的 可是心里又很纠结 好想马上飞到他的身边 对不对 我就知道你是经不起 这种老手的诱惑的嘛 童馨 我告诉你啊 你千万不能去 你走出这一步就不能回头了 可是我不去 他会一直在那儿等的 我太了解他了 我该怎么办啊 小心 深呼吸 把名字拍着这个名字 给放弃 对 对 就会这样 还是得去 最好一次 相信你 这是无药可救了 这 先生 你怎么还在这儿 你终于下班了 我等着你很久 我就知道我们还会再见面 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我想当面向你表示感谢 但是刚才你太忙了 因为 因为你 你对我真的很好 我说过了 这是我的工作 你真不用这样 对不起 我先走了 你就那么忙吗 我 我还有事 我先走了 佳玄 佳玄 你别走 佳玄 我知道 我又吓到你了 你给我一个小时 不 半个小时也行 就我们两个人找个安静的地方 你坐一坐 我就这么一点点想要求 可以吗 佳玄 我求求你 你认错人了吧 佳玄 你别走 你干什么 我没认错人 我那么爱你 你为什么要离开我 好了 来 别用 别用 救命 别过了 别过来 救命 好 冷静点 不要这样 你再走一步我就傻了 你不要傻了 你听见没有 退后 好 人呢 总经理 他们已经上天台了 马上报警 联系二零 让所有保安人员待命 千万不能惊动客人 是的 总经理 初心 马上通知把援部 封锁餐厅的每天楼梯和电梯 不要让客人进来 出什么事了 一个服务员被精神病劫持了 快 我马上就去 快点 快点 小王 出什么事了 餐饮部有人被劫持了 餐饮部 你们都站住 别动 还有你们也不许出来 冷静点 冷静点 别过来了 不要逼我 不要逼我 丑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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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收到消息就赶过来了 这个客人在我那儿吃午饭 没成熟 出这么大事啊 老金怎么样 已经在优势了 没事 丑哥 谢谢咱们爸 他现在手里有道 不能受刺激 你拿着 你不再忍到我 我自己过去 不是 丑哥 不是 丑哥 先生 站住 我就说你的 别过来了 你冷静点 我是这个饭店的总经理 我叫林冲光 有什么话你可以对我说 我管你是谁 你现在不许再往前走了 有什么要求 你尽管提 我一定会满足你 别骗我了 谁也别想 才把佳萱 从我身边夺走 这位先生 我想 你女朋友也叫佳萱吧 那这样吧 我现在就去联系她 让她来跟你说 我不会相信你的 你给我走走 好 我走 我现在就去联系她 冷静点 冷静 我真不是你女朋友 你放了我吧 走 电话 好 她现在经济不好 我只能骗她了 一会儿见机行事 好 小心啊 林总 干什么 我不知道你别过来了吗 先生 你女朋友的电话 已经接通了 她说 她很后悔 以前给你造成了很大的伤害 她想亲自跟你说 对不起 你来跟她说 好吗 我 不要 特别老 快走 快走 我们先帮天的 快走 走 我爷爷 走 走 你没事 嘉犬 别动了 小凡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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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 你过去 没事 小凡 没看出来吗 我还是挺英勇的 关键时刻真不错 这样都可以上报纸头版头条了 你看这声疼不疼 一会儿我带你去医院啊 佟经理 事情已经解决了 林总和小凡已经把那个客人给制服了 他们已经被警察带走了 只不过 小凡受了点伤 严重了 那其他人呢 没有太大问题 其他人都没什么事 今天都会有林总在 那就好啊 我还有点急事 我要先出去一趟 好的 佟经理 这就交给你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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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好 好 好 几两几天就没事了 小帆 我个人让后厨给你包个汤 好好补一补 谢谢了啊 老刘 老刘 家萱 他还好吧 他这不一听说你受伤了吗 吓得都哭出来了 我呀 劝了他几句 让他回去休息了 谢谢你啊 即可 爱 吓得 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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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舅美 林总 看在头像里了吗 刚刚看她好像有事 出去了 知道了 你果然在这儿 春光 难怪你今天这么反常 原来你是要来见她 是不是酒店的突发事件 耽误了你的约会 我今天是跟她约好了 她说晚上必须见到我 只是我没有准时出现 那你为什么还不进去啊 要不要我帮你敲门 她不在 那你要在这儿等一个晚上吗 不是啊 我正准备走了 你没事吧 没事 都解决了 我以为你只关心你的约会 根本不关心这个呢 那你怎么这么说我啊 谁不关心你了 我今天为了打击你的事 腿都跑断了 是赵明说你没事我才出来的 你怎么也不问问李家萱啊 她今天真的被吓坏了 她有你这个总经理关系 我操什么心啊 你怎么一提到李家萱 就阴阳怪气 我为什么不生她的气啊 今天要不是她 你就能和文泽凯见面了对吧 也许我今天就不该来 反正已经结束了 如果她不是舍购饭店的人 你还会和她在一起吗 我也不知道 我甚至不知道 是不是该彻底把她 从我脑子里清除出去 你爱她吗 我忘不了她 她真的有那么好 我也说不清楚 这是一种以前从来没有过的感受 你这种铁石心肠的人 是不会懂的 你有没有良心啊 这大晚上的 我在听你说如何喜欢一个男人 我够有风度的了吧 什么朋友能这么对你啊 是 有你这个朋友真好 好 妈呀 紫해 对不起 今天因为饭店 不能再结束了 我 我跟你说 今天我有很重要的事情 跟你说 这很有可能 是我们最后一次机会的 今天是因为饭店 有突发的 你别再拿饭店的事 来说事好吧 难道我在你心目中 一点地位都没有 你知道我今天 一个人在教堂 等你的时候 你没来我心里 是什么滋味 你为什么 就不相信我一次 你做了这么多 伤害饭店的事情 你让我怎么相信你 什么是真正的信任 相信你无法相信的人 这才是最深的信任 你今天让我知道 我做了一件多傻的事 任先生 你说够了没有 童心为了你已经很痛苦 你何必这么难为他呢 你想知道什么是真正的为难吗 我现在就告诉你 这个饭店我要定 你我之间的游戏 要开始了 要开始了 好 好 我奉陪到底 再见头戏 各位同事 让我们聚取手中的酒杯 敬我们大英雄吴晓芬一杯 谢谢 谢谢 谢谢啊 谢谢啊 你真的没事啊 你真的没事啊 没事 德叔 我这么强壮能有事吗 是不是现在感觉自己有点像 我说话啊 不不不不 行了 再聊会儿就该干活了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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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们你知道吗 你现在就是饭店的大英雄 啥子也都给我讲过昨晚你的英雄事迹 行的小子 我就没看出你这么勇猛的 但是 我给大家讲啊 如果我喜欢的女孩也被绑架的话 我也能豁得出去 行 大江哥 你别乱说话 小凡把我当朋友的对吧 因为一个人还那么多人担心受怕的 还有两个人受了伤 李嘉宣 游戏玩得真刺激 少林 你说什么呢 小给啊 大江哥 你是不是吃醋 你放心 但凡有一天如果你被绑架的话 我们厨房所有的人一定第一时间去救你 对不对 对啊 肯定抽到看起步 对不对 那 那 那 不一定 天 对 你们别争了 别争了 我才没有那么笨呢 等到人家把刀夹在脖子上 才发现是个神经病 都怪她是个富家小姐 搞出这么多乱七 杀利 杀利啊 你这话就严重了啊 是非非非坚入了 行了 这儿也挺热的 菜也不难 赶紧工作 走了 慢走啊 不客不送 都怪你 佳萱 你跟出来干吗呀 莎莉她不会说话 她不是那个意思 你别往心里去啊 那她是哪个意思啊 你知道吗 我 你又不是她的代言人 你解释什么呀 也许莎莉说得对 我就是一个 什么也干不好的大小姐 你别什么事 都往自己身上搁 时间长了 你就习惯她们了 其实 我爸第一次抓我 回去的时候 你就已经知道 我是谁了对吗 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你不恨我吗 我是想恨 可我恨不起来 小芬 我是说 你昨天不害怕吗 那个人手里拿着刀 他可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我一听说你被抓了 我当时脑子一片空白 想的就是救你 只要能把你救下来 我死了都没关系 你胡说什么呀 我说的是真的 只要是为你好 我什么都愿意做 那时候我就是想 不管你是谁的女儿 我都要好好地保护你 对不起啊 我 好了 别说了 我又没要求你做什么 只要你每天开开心心的就好 谢谢你 小梵 赶紧工作吧 李嘉勋啊 上班时间你干吗去了 我跟小帆说点事儿 大家在这儿都忙得四脚朝天哪 你倒小姚自财好 上班时间还谈起电案呢 我们俩不是那种关系 他为了救我受伤了 我只是想去谢谢他 好了 好了 你总能找着理由 这样 刚才那个客人啊 要了一份套餐 到现在还没上上来 你去侯处问问 我这就去 谢谢 谢谢 小欣啊 你最后还是跟文泽凯见面了 我们可以不聊这个吗 我现在好累啊 人家是关心你吗 你都不知道 你告诉我那天你要去见他 我都替你紧张了一个晚上 没睡好哎 我在想 你们会说些什么 做些什么 你们的感情 又会发展到 怎样的未来啊 乔姨娜 你能不能不要聊这些 这么八卦的问题啊 他有点吗 你不是跟他分手了吗 是不是他苦苦地哀求你 再给他一个机会 你要被他深邃的眼神 深深地迷倒 情不自禁投入他 火热的怀抱中 太悲情了 我们已经彻底结束了 那你真的 心甘情愿跟他分手了 拜托 我就从来没有跟他在一起过 好不好 行了行了 记者会到此结束 你就让我一个人安静好不好 好啊 喂 现在去酒吧 好吧 林总 好 羡慕死人了 感情生活这么丰富 刚和文泽凯分手 我们总经理大人就主动召见 童馨 你真是上辈子积了得了 真受不了你乔姨娜 好 那个麻烦您我想问一下 我们经理告诉我来催一下菜 我找谁啊 沙利沙利 那个三号桌客人要的套餐做好了吗 不知道 要不你看你现在帮我做一下吧 客人等着急了 别再来指手画脚的 着急自己做呗 材料不都现成的吗 你这么能耐 既然小事难不倒你吧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这么对我 但是如果要是因为那天的事情的话 我只能说我也不是故意的 那是个意外 让顾小帆跑前跑后的 像个傻子似的 还受了伤 你就这么不痛不哑的 说成这是个意外 杨萱 你到底有什么魅力 所有人都围着你转 你还在这装可怜兮兮的 真让人讨厌 杉萱 你可以不喜欢我 但是你把自己的感情 带到工作里来 你不觉得这样很小孩子气吗 这么忙着呢 没看见呢 干吗来了这是 杉萱 杉萱 杉萱我早做好了 我忘了你说 我忘了给那个餐厅打电话了 谢谢你大江哥 还跟我客气啊 你赶紧给海文姐送去吧 她说你了啊 小姑娘 干吗 好 坐 今天是你生日啊 不用说对不起 我知道 你肯定忘了 那又什么不提醒我呢 好歹我给你准备一个生日礼物吧 不用那么复杂 妈 你能来跟我一起吹蜡烛 就是最好的生日礼物 那就赶紧许个愿 生日的时候许愿很灵备 好 许个愿 那些 我告诉你一个秘密 什么呀 搞得这么神秘 我上次过生日的时候 许了一个愿望 就是在下次的生日时候 能够跟你一起吹蜡烛 没想到这个愿望 还真的实现了 我们认识多久了 应该有十几年了吧 我还记得那时候 你还是个梳着辫子的小丫头 跟着我到处走 你还记得吗 那时候我们经常到董事长家里去吃饭 你最爱吃他做的红烧肉 每次都是吃一大碗 那时候多好啊 给周光你多大 别把自己搞得跟老头一样 你想点未来行不行 对 想点未来 谢谢你 怎么了 突然间变得这么客气 之前我在澳门的时候 有好几次我都站在街上 我就想赶紧看到你吧 对啊 我很怕就这样错过了以后就永远见不到你了 真的 那个时候我才知道你在我心里 到底有多大的分量 对啊 你不愧是因为今天我过生日安慰我吧 当然不是 我说的是真话 童谦 你知道 我为什么决定回来吗 说句实话 你去找我的时候 我心里真的挺高兴的 真的 谁啊 谁啊 童谦 我觉得你们没有把我忘了 至少还记得 有我这么一个人 你知道那种感觉 对我来说有多重要吗 对啊 你看看 את you Zur现在我的和奥 冲着我傻笑 虽然什么也没说 但是我有看到原来那个东西了 那个能永远带给我快乐的女孩 你真的这么想的 是的 童谦 童谦 你 为我笑一笑好吗 就当是送给我的生日礼物 来干杯 你还没祝我生日快乐 好 好 给你打电话 为人不接 Jack 我们要加快脚步了 所以你要赶紧拿清筹码 是啊 上次让你帮我找一下 在饭店里面 到底谁跟林冲光是对头 找到没有 林冲光做事谨慎 为人也很宽容 想找到他的对头 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不过 还是让我找到一个 谁啊 你们的副总经理 王振雄 非常好 赶紧帮我找到他 说我要见他 越快越好 怎么突然那么着急啊 我只是按照我的计划在做事情 这有什么不可以 跟佟经理有关系吧 我跟你说过了 我现在在做我该做的事 从明天开始 我一定会百分之一百地 把精力放在并购饭店上面 这次 我一定会全力以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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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饭店是不是会落到李荣好手里的 董事长 您别担心 事情还没那么糟 以我们目前掌握的份额 他们还不能把我们怎么样 但是要防止他们去购买其他股东手里的份额 这对于我们来说是个很大的威胁 把股东运单给我看一下 董事长 您怎么了 是不是不舒服啊 没关系的 可能是昨天晚上没有睡好 这事交给我来办吧 您还是赶快回家休息 没关系的 都什么时候了 我怎么能回去休息呢 好 喂 刘总吗 您好 我是林冲光 我受董事长的委托 想跟您谈一谈九龙虎股份的事 好 谢谢 喂 施总 您好 我是林冲光 好 谢谢 董事长和总经理这样一天一直在会议室开会 气氛很紧张的 是啊 我听前那个人说 搞不好我们饭年真的要完蛋了 你们两个别瞎说了 总经理一定会想到办法的 他比我们谁都着急 我听说林总好几天都没出办公室 肯定累坏了 冲冲 去哪儿 回家了 一会儿你们先走吧 那姜哥等一下 帮我个忙 喂 林总吗 哦 这样啊 没关系 我回头会跟董事长说的 小子 我跟董事长说的 我应该帮你放下来 这些人啊 我看你不得了 你是一个人 不得了 你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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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先生 你好 我们酒店为您准备的爱心晚餐来喽 您来的真是时候 我正想吃泡面呢 别吃泡面了 快吃这个吧 趁热 好 尝尝 真是时候 怎么样 很难吃吗 是挺难吃的 对不起啊 这是我第一次做饭 这真的是你第一次做 我跟你开玩笑的 挺好吃的 真的 不过美中不足的是 稍微有那么一点鲜 我给你倒点水 你手怎么了 没事 刚才不小心烫了一下 八姐吧 谢谢 都怪我自己笨手笨脚的 其实 这是我第一次进厨房 但是 我就是想为你做一次饭 我 我这两天看你为了饭店的事 那一白天没黑夜的 我觉得挺心疼的 我特别想为你做点什么 谢谢 我是不是特别笨啊 能为自己喜欢的人这一点事 我就觉得特别的开心 也许这就是所谓的爱情吧 小萱 你现在可能体会不到 什么是真正的爱情 其实爱情 就是让你身在其中 却又无法自拔 这就是爱情的脆弱和无奈 你为什么老是在逃避啊 是因为年龄 还是怕别人的眼光 如果两个人相爱 这些都不是问题啊 我怎么跟你说 你才能明白呢 是小帆吧 想听我的劝告吗 好好珍惜小帆对你的这份爱 可是我们只是朋友 可是我看得出来 小帆是真心地喜欢你 那你呢 那你呢 那你把我当什么呀 妹妹 不好意思 请问一下 在哪儿可以打到车 在那边 谢谢 就在那边 谢谢 董事长好 小帆啊 好好干 是 董事长 董事长 小帆工作很努力呢 这个月还为饭店评为优秀员工 是吗 以后啊 你还要多帮她 我知道 我现在出去见个人 请 好 冲光哥 我妈这么早出晚归的 她最近在忙什么 还不是为了饭店的事 加油啊 下饭 您这边请 对不起 我迟到了 听说你和饭店工作啊 对了 她说是想学点饭店管理的东西 这年轻人嘛 要是上级 我这做父亲呢 就必须全力支持啊 董事长还是有远见的 其实这个大饭店很快就是您的了 李小姐这么做 也算是为将来做准备吧 我听说现在这个九龙湖都已经乱成一团 大家都人心惶惶 我们可是没做什么动作呢 他们就已经撑不住了 我早就说过了 这何亚军队里人家 怎么收拾得了这个烂摊子呢 其实他们已经在积极联系各个部落 看来他们是想抢先我们 好 他们要怎么做呢 啊 没关系 贾萱是我的女儿 您不用避讳 泽凯啊 问你一个私人问题 你有女朋友了吗 这个跟收购饭店有什么关系呢 我只是随便问问嘛 好 董事长 其实艾伦还很年轻 而且条件又这么优秀 我觉得男人只要有事业 还愁没有女人吗 这人长得帅又能挣钱 这可是女人最喜欢的两样东西啊 您说得太对了 我觉得爱情不是做生意 不可以用一些外在的东西去衡量它 哎呀 我说泽凯啊 你现在还是太年轻了 你要是到了我这岁数啊 你就不会再对爱情婚姻 抱有什么不解实义的想法了 这其实一切都很简单 就是男人征服女人 董事长 我非常赞同您的观点 而且 我觉得 我们还是谈谈收购饭店的事吧 来 先吃东西 开到花园去吧 我想到那边去走走 走 妈 小班 这些天看见忙前忙后的 我也没跟你好好聊天 老张 老张告诉我您在这儿 我就过来看看您 妈 我陪您坐会儿吧 好 来 小班啊 不知道怎么搞的 最近啊 我总是想起你爸爸 有时候 我这心里 还真的空牢牢的 妈 您是太累了 要不 我陪您出去玩玩吧 您不是一直想去西窗版纳吗 我有一个朋友在旅行团 我找他安排去 哎呀 我的儿子长大了 要是你爸爸 能够看到你现在的样子 该多好啊 他一定会说 你这个臭小子 你看 我跟你爸爸种这棵树的时候 就许下了一个诺言 一定让我们的饭店 也像这棵树一样 越来越茂密 而且要永远地保存下去 现在你爸爸走了 你看 以后啊 不管我们遇到多大的困难 我们一定要努力地保住我们的饭店 妈 您放心 我们的饭店一定会没事的 这不是还有我在呢吗 再说 还有崇光哥 小欣姐和德书 我们大家一起努力 一定不会让别人抢脱我们的饭店 妈 您就别多瞎了 来 靠在我肩上休息一会儿吧 靠在我肩上休息一会儿吧 老板 我们上次说的那个关键人物我找到了 他收了一些百分之八的股份 对我们这次收购非常重要 好 说明这个人非常关键 我觉得你必须要把他资料全部查出来 而且一点都不能 没问题 太好了 这些董事的工作做通了 我们心里就踏实了 总算他们给我面子 好 崇光啊 我只能做这些了 剩下的就靠你们了 您放心吧 那这栋呢 这栋大楼基本上已经完工了 现在这两栋 竟然比较慢一些了 不要紧啊 是 我会催他们的 收起来 汪总 那个林崇光前两天过来 说是以后所有工程项目款 让他谴字辟惹 放屁 陆总在的时候已经把二期工程全全交给了我 他算老几啊 对 他算老几 我们也挺为您抱不住的 你说这林崇光 新官上任三把伙 可也不能伤到您汪总的头上来 六爷 什么乡武工程让他谴字 这明眼人一看 就是冲着您汪总来的 我会去找董事长的 我看到林崇光有多大的能耐 欺负到我的头上来 没错 就得给他点颜色看吧 要不然咱们还怎么在这儿混 林崇光 你别得意太糟了 好戏还在后头呢 雅俊 你今天找我 是不是关于我的股份呢 其实 本来我不应该再向你开口了 不过啊 我们饭店 现在是一个特殊的情况 所以 我实在没有办法 才来求你的 你手上的那百分之八的股份 我想 雅俊你放心 我的股份 不会卖给任何人 我知道我的股份的重要性 太好了 那就谢谢你了 不用谢 不用谢 不管什么时候啊 我都会支持你 要不啊老陆会责怪我的 那我就放心了 谢谢 谢谢 这百分之八的股份 对于我们来说真的很重要 如果刘总真的答应不卖的话 我相信我们一定会度过这次登关 是啊 我真没有想到 他一口就答应了我 我这心里呢 还真的挺感动的 服务员 你帮我买单 先生 您的单已经买过了 刘总事长 客人都已经走了 嗯 走了 您好 文泽凯 不好意思啊 我还有事儿 我先走了 董事长 我想您可能是误会了 我这次是诚心来找您的 不会耽误您很长时间 我只需要三分钟 不好意思 你要的三分钟我不能给你 你们要的东西我也不能给你 不瞒你们说我已经答应合同了 我的股份谁也不卖 再见 等一下 刘志昊 刘志昊 是您的孙子吧 董事长 董事长 怎么了 董事长 怎么了 董事长 小王 快 上医院 坚持一下 刘董事长 您的孙子应该是一个非常杰出的年轻人吧 他所就组的这个卡尼克莫洛大学的医学院是全美 非常有名的 我也是那个大学毕业了 我大学上的是法学院 对 前几天警方在当地的一个酒花里抓获几个年轻人在服用MDMA 就是中国俗称的咬托丸 这其中就是您的孙子刘志昊 董事长 宾夕法尼亚州对于毒品犯罪的惩罚 是非常严厉的 刘总 我知道您的儿子在年轻的时候因为车祸而去世 而刘志昊 您的孙子 是您唯一的希望 所以您很早就把他送到美国去念书 是希望他日后能闯出一番大事 这种情感 我是非常理解的 但是 我想你绝对不会希望 他因为年少无知 一时糊涂 放下这个弥天大祸 以至于他未来的前途近乎 文泽凯先生在美国的人脉 和实力 您应该有所耳闻吧 其实我们可以 无偿地帮助刘志昊解决这个麻烦 看他可以在美国继续深造 而且不留任何案例 不过 我们想请董事长帮我们一个忙 一个 您力所能及的忙 师父 薄膳 你蹲هم 还负 Professor 你希望 注意地帮我们的病毒 脉蚊制 发展成尿毒症的危险 你们怎么这么晚才送呢 怎么会这么严重 我看他平时只吃一些降压药 很多生病患者 起初多简单地判定 自己是得了高血压症 务实了降压药 反而呢 就加重了肾功能的损伤 如果不及时入面治疗的话 反应可能很快 就发展成尿毒症 再发展下去 那就是肾腮节 等检查结果出来 我们再研究制定一个 下一步的治疗方案 好 还有 病人的身体状况 现在非常地虚弱 千万不能再过度疲劳了 你们家属一定要配合 我们的治疗 好 您放心吧 谢谢 董事长 您醒了 我好像睡了很长时间啊 我刚才做了一个梦 梦见小藩小时候啊 在打羽毛球呢 挺有意思的 我怎么到医院来了 我把你吓着了吧 你看看 这年纪大了呀 就是麻烦 您为什么不早说啊 如果早来医院的话 这病情就不会那么严重 没关系 我的身体我知道 一时半会儿啊 不会有问题的 钟光啊 你现在知道我的病情了 你可要给我保密 不能告诉任何人了 都是啊 你听我说 现在饭店 是关键的时刻 大家都在拼命地工作 想保住饭店 你说我在这个时候 怎么能倒下呢 饭店的事情 您就交给我吧 您现在只管把病养好 其他的什么都不要管 我呀 是一个操心的命啊 你说 你让我睡在这病床上 不是让我受罪吗 不管老天爷 还能给我多长时间 我都不在乎 可是你 一定要让我 在位饭店多做点事情 这样的话 我才能安心 如果有一天 我真的去见老陆的时候 我就可以跟他说 你看看 你老婆还挺棒的吧 总工啊 你再帮帮我吧 你再帮帮我吧 扶着我 往前走 拜托你了 总经理报告 林总经理 你好 最近我看你挺忙的 怎么样 是不是想到办法 怎么对付我呢 梅先生 作为饭店的客人 我尊重你 但是作为男人 我必须警告你 别得情矜持 我们绝不会这么任何人 从头到尾都是你我之间的战争 而大局已经定了 你不必苦苦挣扎 就算死也给自己留了体面的样子 你真够无事 不过我不会放弃你 饭店也不会落到你们这种人手里 好吧 这是我给你最后一次劝告 凌春光 我想得到的东西 从来没有失手过 你给我好好记住 干杯 等等等等 为了什么呢 为了爱情 干杯 爱情 爱情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啊 你别跟我装了好不好 你不是正沉浸在爱情里吗 你跟那个三百朵玫瑰 不是爱得死去活来的吗 羡慕死人了 你不明白 你说他为什么要是文泽凯啊 你说世界为什么这么小 他为什么不可以是别的人 为什么偏偏要是文泽凯 他要是别人你能爱上他吗 正因为他是那个独一无二的 他是那个走进你心里的男人 你才会这么痛苦啊 你又没谈过恋爱 你怎么会知道我现在心里有多难受 这种感觉你可能一辈子都不会知道 好好好 不过爱情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啊 那打你伤成这样 你不知道 今天我看到文泽凯跟崇光 愤怒的像两只狮子 要拼个你死我活 可是 我不想见到任何一方赢 因为我见不得输的那一方流血 我真的不想两个人再这么逗下去了 爱上一个不甘爱的人 这种爱真是一种辙 女人哪 永远都是感情动 最终受伤的永远是我们自己 小心啊 你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个两个男人 就这么互相伤害下去了 最终结果一定是很惨烈的 不光是为了饭店 还是为了这两个你爱的男人 你必须做点什么了 好好好 我们不聊男人 我们喝酒 我们喝酒 我帮你当好 来 来 为了我们两个伟大的女人 干杯 干杯 妈 在医院里再住几天吧 你看你 我没事 董事长 手续已经办好了 咱们走吧 好 妈 你脸色这么难看 真的没事吗 冲光啊 你看看 我说不要来做什么检查 把小帆搞得这么紧张 大夫跟我说过了 董事长回去只要安心静养 应该没什么大问题 那我现在送您回去休息 还是送我到饭店吧 妈 妈 您怎么那么不听话呀 医生不是让您静养吗 您去了饭店还怎么静养啊 我在医院已经睡了好几天了 我都烦死了 我到饭店只不过去转转 我这一转呢心情就好了 心情一好什么病都没有了 冲光哥你帮我 小帆 还是让董事长先回饭店吧 大家也都挺惦记您的 我先下去 好 妈 我真是拧不过你 不过你可答应我 回了酒店啊 一定要好好休息 按时吃药 好好好 董事长好 欢迎董事长回家 你讲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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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冲光哥 小帆 找我 冲光哥 你老实告诉我 我妈的病情是不是越来越严重了 你听谁说的 你妈就是太累了 血压有点高 我知道 我妈的身体不太好 她一直背着我吃药 这些天 我看着她为酒店没日没夜的忙 还低声下气地去求那些股东 我不能这么视而不见 我不想这样 小帆 我理解你的心情 其实我和你一样 反正遇到了这么大困难 我什么忙也帮不上 这些天 你妈几乎把所有的股东都借在里面 求她们不要把股盆卖掉 她现在是在用所有的能量 来挽救这个酒店 连我都帮不上忙 你能做什么 那我们就看着酒店被别人收购吗 如果文泽凯开出比我们高的筹码 那些股东会不会动摇 那我妈付出的心血不就白费了吗 这也是我最担心的 可我们现在什么也做不了 小帆 别着急 慢慢来 有空的时候 我去做陪陪你妈吧 小致老师 我们后面的计划就是这样的了 好 好了 那我们办理入住当机吧 您好 麻烦你 我们昨天预定了钻石套房 请稍等 对不起 我们的钻石套房已经满了 我想你应该知道跟谁在说话对吗 对不起先生 可是真的没有了 我现在马上可以给您安排一间普通套房 你说什么 普通套房 我订的是钻石套房 钻石套房 可是真的没有了 对不起先生 对不起 好了我不跟你讲 叫你们值班经理来 你知道我们小剑老师来你们酒店以后 你属你们的样子 这点小事都办不了 你们还是不是我们自己酒店 对不起 你好 我是饭店的贵贵经理童心 有什么可以帮忙的吗 皮肤不错 裸妆画得很好 转个圈让我看一下 谢谢小志老师 你遇到什么问题了吗 我定的是钻石套间 钻石套间 钻石套间 那这样吧 红宝石的客人还没有入住 先安排小志老师吧 可是同经理 赶紧安排啊 赶紧安排啊 红宝石 看在你的面子上 可以 我带您去 这边进 洗手间暂时先不跟你说了 小的无以复加无以复加 来说说这个卧室吧 天花板是什么材质啊 我可告诉你了 就算是木制的 我还没有住过在南木品质以下的卧室 对了 还有这个床 那么高 那我矮您就直说呀 对了 这画 这是什么搭配啊 红的配绿的 这搭配根本就不搭调 还世界名画呢 对了 你们就拿这样的房子 来打扮我呀 不是先生 我们的闺云房啊 是全部邀请了 国内一流的设计团队来完成的 跟我谈设计对吗 或许您忘了 我也是设计师啊 我还告诉您吗 在这个圈子里头 我就是天 去 叫你们经理来 去呀 走走走走 死了 我干不了了 在饭店待那么久 没见过这么难伺候的客人 乔经理 那小杰是不是有病啊 我听说那个叫什么疯狂形压破症 小杰 哪个小杰啊 就那个什么国际形象造型大师 走走走 过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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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就是他就是他 小杰练 听到你怎么有他照片 他是我的偶像啊 找人吧 尝尝 尝尝 怎么样 不错 这蟹的味道全部调出来了 果然是名师初高徒啊 大佳 你这手艺进步是越来越大 为了这道菜 我辛苦好几天呢 当然也有得适对我的指导 你替我干什么 那都是你自己下的功夫嘛 这道菜很特别啊 你是用的什么调料做的 这豆腐怎么会炒得这么嫩呢 一小勺山西老陈醋 陈醋 陈醋 可是我没吃出这醋的味道啊 这个豆腐在泡的时候 加了一点点山西老陈醋 对吧德叔 还有这个蟹粉的鲜味 也是这么调出来的 这个菜呢 最重要的就是火候 多一分少一分 差别都很大的 不过我觉得 刀工上差了一点点 如果在外形上 再改进一些的话 卖相会更好 陈醋 你偷看我做菜是不是 我 没有啊 那你怎么知道我用的是山西老陈醋 陈醋 陈醋 快点交代吧 否则咱大江哥要发飙了 我在家里做过嘛 不过我觉得 如果把这个香菇 换成平菇的话 口感会更爽滑 得时候把我再做试试吧 好 我说你才来来几遍 还冲上大树是吗 行 来来来来来来 大陈醋 你大江哥我皮时对你不薄 你怎么这么对我啊 你对不起大江哥 我 我 我不是故意的 你啊 哥 把杨大江护好了 那当然了 德叔说 从明天开始 我可以和大江哥学配菜了 这说明我已经得到认可了 我黎梦想又进了一步 山里 你现在长大了 再也不是原来那个 不懂事的疯丫头了 谢谢你带我回来 冲锋哥 我现在每一天都过得很充实 我喜欢这里 我喜欢这里的每一个人 那好 那你就加油干 加油 我差点忘了 我还有事呢 我得先走了啊 你干什么去 不告诉你 放心吧 好 好 乔经理 这行吗 哎 小J老师 幸运色是宝色 他一定会喜欢的 对了 我要的那些红角呢 啊 准备好了 马上来 来 放这里 这 可以吗 没事了 你们出去吧 好 小J老师 你是我的偶像 小J老师 你是我的偶像 你是我的偶像 小J老师 吓死我了 你看你把这里搞的 对待他那样的客人 你不能一味地迁就 你好歹也是五星期饭店的人 你就不能矜持淑女一点吗 王真雄 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小J老师 就是我的梦中情人 我就是喜欢他这样的男人 梦中情人 他这个变态老 你少恶心我了你 我跟你说 我告诉你啊 我告诉你啊 这也不错啊 不 王真雄 你为何 拿过来 不 拿过来 不 你让开 拿过来 王真雄 小J先生 小J先生 这次的事情呢 是一个误会 我想跟您解释一下 解释 解释什么呀 我看见了 我看见了 你们的缘故 刚才就在这儿当着我的面 真恶心 我告诉你们 你们酒店必须要给我一个很好的解释 我们为您提供一张饭店的免费服务卡 您可以在饭店免费享受斯巴服务 怎么样 你说什么 几次免费的斯巴就把我打发了 我告诉你 我小J什么东西没有享受过 什么场面没有见识过呀 是是是 我告诉你们 自打我从进你们酒店开始 不但我的精神上受到侮辱 现在我的感官 我的感官也受到强烈的侮辱 我告诉你 赔偿必须赔偿 小J先生我非常理解 谁啊 小J老师 嗯 祝您生日快乐 你怎么知道今天我生日啊 我有关注你的微博啊 我是你的粉丝 真的 所以特别请厨房替您做了蛋糕 呀 这么可爱的哈喽KT 你怎么知道我喜欢呢 呀太可爱了 怎么回事啊 怎么回事啊 我刚刚知道她是这种 我的疯狂本子 我帮您照啊 好 前照你 前照你去 好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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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这么傻 为竟然的小事跳楼 好 吓死我了 吓死我了 汪真雄你干吗 你还问我啊 你要真跳下去 那我该怎么办 强音哪 从此以后 我不允许你做这样的傻事 听到没有 真雄 不 喂 是 什么 对 是 马上过来 你们还有谁 对 为什么 好 好 行 王总 我们又见面了 找我有什么事情 我们饭店大大小小有很多事情要我处理 我很忙 看来王总是误会了 今天请您来 并不是为了谈上次那件不愉快的事情 俗话说得好啊 不打不相识 其实我们完全可以成为朋友 你们正在以不择手段的方法 想抢购我们的饭店 要我和你们这样的人做朋友 太小看我王振雄了吧 王总 你真是太激动了 我给你沏杯咖啡 你不用忙 我不是来喝咖啡的 有事快说 那好吧 是吧 据我们了解 王总在酒店已经工作了二十年了 二十年了 真的是很久啊 王总 你是从酒店门童开始做起 做过 客房服务员 还在后厨帮过厨 酒店的上上下下 每一个角落 没有王总不知道的 换句话说 酒店能有今天的成绩 也是离不开王总的辛勤工作呀 作为一个二十年的老员工 你曾经有两次可以跳槽到更好酒店的机会 可王总都拒绝了 我说他没错吧 你们在调查我 你是陆广发的亲戚 准确来说 是他的外甥 可是他似乎更喜欢跟你一起入行的林重光 这么说吧 林重光 就是已去世的陆广发所指定的饭店接班人 要不是三年前他犯了一点小错误 现在的第二期工程 根本不可能是由你负责 林重光回来了 你汪震雄没有出头之日了 温泽凯 你到底要干吗 啊 我想 文先生的意思是 这个总经理的职位非常适合您 其实所有人都是这么认为的 你比林重光有魄力 有野心 就是差了那么一点点运气啊 不要鬼玩 墨脚 好 好 我们直接了当 我们要收购饭店 需要你的帮助 你凭什么觉得我会帮助你 饭店总经理的位置 不是你一直梦寐以求的吗 而这个决定人选的权利 将会落在我们的手里 在这世界上 所有的事情都要付出相应的代价 你明白我的意思的 我们需要饭店的经营情况 还有具体的运营 相信 没有人比你更清楚 我为什么要为了你这样的人 来背叛我们的饭店呢 因为你没得选择 再不跟我合作 饭店就会倒闭 到时候 不只是你汪震雄一个人会失业 饭店上上下下几百个员工 全都没有好的结果 到时候 你再来求我们 就太晚了 给我一点时间 什么都可以给你 就是时间不可以 为什么那么急 不是我们急 是你的对手灵虫光急 其实现在大局已定了 我们只需要些关键的东西 到时候这个饭店 就会自动落在我们手里 那时候 我一定会第一时间 兑现我给你的成果 打百 Ethics 你解释一下 这下